消防人员紧急搭起雲汽车 从上方灌就降温 起火点的位置就在一楼这处 停放摩托车的地方 一整排的摩托车被烧得焦黑 成了废田一片 暗夜大火吓了居民摸黑逃生 大街上挤满住户 脸上充满惊恐 男子一脸痛苦躺在单架上 被消防人员拖了出来 双脚遭到严重烫伤 痛到说不出话 突如其来的大火 让现场居民用死理逃生 来形容 居民满脸惊恐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光着身子就往街道冲 一身灰烬模样超级狼狈 小朋友被消防人员爆出火警 一脸惊慌失措 眼泪在眼眶打转 吓得说不出话来 事情就发生在凌晨两点 高雄市的这栋七楼公寓 火是来得突然 大楼的42户居民摸黑逃生 还有一名年约10岁的小朋友 为了逃生还跳楼自保 警销货报出动大批人力进行抢救 顺利救出120名住户 其中还是有17人受伤送医 现场十分混乱 据目击者表示 起火原因已是有一名女子纵火 而该名女子也因而受伤 警方也已经赶到医院 来盘查女子身份 而真正的起火原因 警销还有待调查当中 请不吝点赞订阅